欢迎收听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载之天下》第223集 虾无赤躺在草壳子里,脸色蜡黄着,双眼紧闭 他的右臂歪曲成了一个恐怖的角度 正常情况下,胳膊只有一处能弯折的关节 而虾无赤的右手上臂却是向外弯着 捆扎伤口的麻布上,斑斑血字正在一点一点的扩大 麻布之下还能看到一处尖锐的隆起 如果对外伤稍有了解,便能看得出来 那就是骨折之后,穿刺出肌肉所造成的痕迹 这是虾无赤从马背上摔下来之后受的伤 并不是摔伤,而是践踏 他自幼骑在马上,就算落马也能落掉下来 在一瞬间保护好自己 但面对身后冲过来的战马,那就没有办法了 仅是右臂被沉重的马蹄踩上 而不是头部和躯干这等要害 这已经算是佛祖保佑的好运了 但虾无赤,无力庆幸这样的好运 右臂受了重创,血在一夜之间流了不少 现在甚至还开始发烧了 虾无赤的身边只剩下十几个人 沉默着,不知该做什么为好 黑夜中的慌乱,把他们这一群亲卫全都冲散了开去 最后只有十几个人护着虾无赤 一直把他拖到了山上 可也就到此为止 虾无赤的伤势使得他们行动不便 而紧追而来的宋人又找来了此地的帆布来搜寻逃散的部众 一名亲兵锁着脖子从灌木丛中向下张望着 这一段时间他们亲眼看到了十几队附送藩军在他们藏身的山坳附近扫过 十几名亲兵都是很后悔 前面一次转移的时候 不该落下虾无赤的镶了宝石的头盔 这份物证就像落在了地上的蜜糖 立刻引来了一地蚂蚁 一阵呼叫声从下面的山坡传来 好像是有人发现了他们之前留下的痕迹 更多敌军随之聚职过来 在更大的范围中展开了搜索 见识不妙 留下几任敌党 两名亲兵抬起瞎无赤就想深山里跑去 但是没走多久 他们的脚步就突然停了下来 不知何时 前方的去路竟然已经围起了十几名附送藩部的不重 盯着瞎无赤三人 一众藩人的眼神中净是熏光 对于斩首和俘虏赏赐虽有高下 也差之不远 若是为了那么一点差价 而选择了俘虏 一旦给人逃跑了 那可就奢了大本 还是脑袋好 从这二三十个藩人的眼睛里 瞎无赤明明白白的看到了他们的想法 在昏昏沉沉之中 他力声尖叫起来 我是瞎无赤 是赞普家的人 瞎无赤 听到瞎无赤的身份 一众藩人眼神中的杀意顿时全都消失了 从松赞干部传下来的赞普血脉 对吐蕃人来说是不能随意折辱的 当然他们也不会把瞎无赤给放了 这关系到让他们的部族过上好几个肥年的丰厚赏赐 用着木棍和毛毡坐成了担架 把瞎无赤给抬了出去 半日之后 生擒瞎无赤的消息传到了韩刚的耳中 正在点算斩首树木的帐中官吏 都停下了手来 紧接着就是一片欢呼声报起 算他命好 韩刚没有主语的一句话 让随势在侧的留言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知他是在说王军万 还是在说瞎无赤 也可能兼而有之吧 出兵已经半个多月了 因为宋人巨城以待 让羽藏花马无从下嘴 从而不得不走上了与宋人对峙的选择 另外为了打击宋人的持久力 他更是派出了大队战士 去骚扰宋人的资重队 前几天还有很好的消息传来 自家人在宋人的良道上 直接做了一次捡净的小贼 抢来的物资 让所有人都羡慕三分 在一举成功的情况下 羽藏花马盼着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可到了今天 他所派出去的小队 竟然被宋人大半歼命 已经有好几队没能来得及逃回来了 宋人的骑兵在道上来回巡视 资重队又都是捡着天光最好的时候上路 日途未落就入了军寨 换击间下不得手 羽藏花马 他很明白自己的身份 不可能为了帮助木征 瞎无赤去火中取栗 而派出太多的士兵 眼下的十几支队伍 都是他想尽方法挤出来压出来的 损失太重 他回去之后也不好交代 那就把他们都调回来 我们继续拖着就是了 宋人绝对耗不过我们 可梁草怎么办 左近诸部都有些推三阻四了 等瞎无赤回来 让他去跟五圣军这里的部族去谈 要不然就别怪我翻脸 羽藏花马想借着自己手上的兵族 为自己取得一个合适的报场 压榨起瞎无赤来 他已经是得心应手 不过半日之后 便有哨探匆匆传回话来 有传言说 夏无赤和杰无严征 已经打下了魏元宝 什么 魏元宝 羽藏花马乍文消息 先是摇头不信 可很快就暗自私寸起来 难怪夏无赤来过一趟之后就不见了 原本去了魏元宝 宋人的旗号呢 他追问着 宋人的旗号都在城头上 好像还多了几面 嗯 羽藏花马沉吟起来 听起来宋人真的是败了 不得不从临陶撤军 要不要追击 一名部将问着 羽藏花马思前想后 再等等 等木征他先动 可一天过去了 木征那边始终没有动静 而这一天中 宋人已经把赤猴游记的巡视范围扩大了一倍 人数增加了不少 使得羽藏花马派出的哨探很难接近 而有一人传回的消息说 道路上有很多宋军向东而去 也有向西来的 情况看起来已经很明显 城中的宋人的确是在悄悄的潜离临陶 而为了掩饰这一点 王勺正拼命的在外进行伪装 所谓宋军在道上东来西去 自然是障眼法而已 东撤的宋军必然要比西来的多上许多 几个来回之后 临陶宋军就撤光了 但羽藏花马就像一只狐狸 性格狡诈 为人反复是一桩 而多疑也是他的性格之一 虽然现在探听到了每一条消息 都是指向宋人撤军 而羽藏花马总觉得 哪里不太妥当 又想了一阵 便点起一名可靠的部众 去联络木征 说我跟他明天一起行动 夹击宋人 信使走了 有人为羽藏花马的决定而感到不安 花马 你真的要 说说而已 又不是真做 羽藏花马背信弃的回答 毫无半点愧疏 到了第二天 预定的时间已经过了 可牧征并没有强度逃水 而羽藏花马自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半点南下的意思 两边的战线依然静悄悄 牧征为什么不来 羽藏花马疑惑地问着 全然没有想到自己也是选择了官望 他的疑问在半日后被新的消息所解释 虾无赤被擒 节无严征被杀 两千经济被打得灰飞烟灭 原来如此 羽藏花马似是看破了宋人的用心 他力声叫嚣着 我们要跟王少耗下去 看宋人如何能整修得起临桃这座破城 牧征和羽藏花马久无动静 王少和高尊玉 皆知他们多半已经是看破了己方的计策 看来羽藏花马不肯上当啊 还真是白费功夫 高尊玉的话音有些自嘲 又隐隐多了几分难以掩饰的怨气 不比韩玉坤 在魏元守株带兔 却当真有兔子一头撞上来 这本是高尊玉提出的计策 王少并没有反对 尽管在他看来骗到人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在城中闷手 还不如让下面的士族活动活动筋骨 现在计划果然没能成功 高尊玉很有些失望的样子 可对王少来说 确实能成最好 成不了无所谓 就当练练脚裂好了 高尊玉很挂不住脸 他让下面的几千将士来来回回 摆跑了好几个圈子 却是连点苦劳都没能给人挣下 下面的赤佬们哪会有好话说呢 他在城中也有耳目 近日听说魏元屡屡建功 临桃城的将校士族 本都有些心浮气躁 现在因为自己让他们摆跑了腿 私下里的怪话 让高尊玉听了之后得用力捏着虎口 才能把心头的怒气给压下去 想出这个计划的人其实并不是高尊玉 而是他八杆子打不着的一个远亲 人称高学究 是个考不上进士和明经的村学究 听说了高尊玉到了秦凤 便跑来求个出身 高尊玉可怜他 才让他入墓中做了宾客 但他在墓中凡事都是眼高手低 好不容易出个主意 竟也是无用功 对于让自己在麾下军中的丢了大脸的高学究 高尊玉此时分外的不待见他 直接吩咐亲兵 让他把高学究领去下面军中 还传话说 多出寻几次 当能建功立业 高尊玉的满腔邪火 王勺看着神色淡然 他的这个副手在军中丢点脸 对他并不是坏事 不过见着高尊玉怒意难恶 还是出言安抚 功绰傻岸无躁 眼下的情况 羽藏花麻也做不了多久 高尊玉皱着眉反问 这怎么说 羽藏花麻出兵 他的军粮供给 当时大半有五圣军这里的帆布提供 可眼下少了瞎无斥 五圣军这里又有几家帆布 会投靠了党项的御藏家福气呢 王勺不愧知人善任的名声 一眼看破了五圣军未来的走向 穆征不会让帆布给羽藏花麻提供军粮 高尊玉沉声说着 穆征和羽藏花麻虽不是一个路数 但纯王齿寒的道理他们肯定也是懂的 穆征当不会让羽藏花麻被饿跑 如果瞎无斥出面 说服他们不要听穆征的话呢 瞎无斥肯干吗 王勺嘴角一点一点的翘起 笑容中带着让人不寒而栗的凶煞之气 那就由不得他了 在魏远宝的隋军医院中做完了手术 瞎无斥已经脸色苍白的在病床上躺了三天 悠在昏睡着 只有偶尔才会醒来片刻 两名一同被俘的亲卫一直守着他 韩刚并没有为难他们 不过当韩刚派军医来为瞎无斥处理伤口时 这两名亲卫就一下子跳了起来 差点将在他们眼中准备暗害虾无斥的军医给掐死 直到听到了韩刚之名之后 方才坐到了边上 虾无斥被踩断的右臂已经消失无踪 只有一圈圈被捆绑的绷带和浓烈的药味 如果打开绷带可以看到串口是直接用火烙过 窗面上一片炭黑 这是如今最好的解决截之串口溃烂的手段 粉碎性骨折不是在这个时代的外科医生能够治疗的 即便在后世 当上臂臂骨被踩成碎片又拖延了一天的时间 医生能为患者做的多半也只剩截肢了 以瞎无斥的伤势能保住性命已经是万幸 韩刚说他运气那是半点没错 眼下只要瞎无斥再继续能撑过未来的几天时间 他的小命多半就算保住了 另一个好运的王军外 仍在率领已经增加到两千上下的藩人 在山野间搜寻残敌的踪迹 他虽说是捡了流源的便宜 但一个活生生的瞎无斥就能抵得过任何人的战功 将瞎无斥送来的那一部藩人 韩刚直接就从库中搬了两百匹私捐 提前赏给了他们 当汇集在营中的几家藩部 看到了这十几名藩人的战马 全都被高高堆起了私捐 沉甸甸的压制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疯狂了 立刻向韩刚请命 准备杀入山野之中 漫山遍野的去搜寻剩下的敌军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韩刚几乎可以肯定 很快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藩人和首级送到他的面前 在夺下了林兆城之后 已经过去了近十天的时间 从秦州征调起来的第一批民夫 现在都已经上路 很快就会抵达魏远 继而向西 为修筑城池而努力 而回到隆溪城中的王中正 也通知说 他已经把蔡萌逼着过来了 这样的情况下 虾无赤的苏醒 便并没有带来太大的问题 韩刚也不是很关心 可是因为王少紧急传令 让他依死而为 让韩刚在虾无赤再一次醒来的时候 来到他的床前 虾无赤 听到有人叫着自己的名字 瞎无赤目光仍然涣散 视线的焦点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才落到了韩刚的脸上 一见床前之人的相貌装束 他双瞳一下子收紧 你是 韩刚居高临下 韩刚 雪片纷纷扬扬的从天空中洒落 清吐着白色的雾气 韩刚搓了搓手 抬头看着天空 阴沉沉的天穷 是一望无银的素寡的浅灰 死寂空旷 只有一片片白色雪花 覆盖起来的山野 给了暗色调的天地 增添了一些亮色 这是这个冬天的第四场雪 在韩刚如今每天记录的日记中 他经历的前三场雪 都是细小的雪珠 下了半日便停了下来 只有今天从晨起时便下起了雪 才算是第一场 真正意义上对农情有用的降水 这一场在十月初降下的大雪 对于农耕工作算是一个不错的兆头 如果这场雪是个仙岛 后面的两三个月 继续有雪降下 明年的收获应当不会太差 前两天从陨西县传来的一个还算是不错的好消息 在他的父亲韩千六和一众主管屯田事务的官吏主持下 眼下的战事并没有影响到通远军今年的开垦和播种 但比起去年只增加了一成的田母数量 对于刚刚开始一年的开荒屯田的工作来说 不得不说是一个挫折 但韩刚现在没空在意这些 从秦州来的第一批民夫总计两千八百多人 已经在今天的晚些时候抵达了魏元宝 又是在冬天接待民夫 去年在罗雾时 韩刚已经积累了不少管理经验 眼下他的手下又有不少能力出色的立员 而在魏元的隋军医院院中 还有十几个鲸鱼治疗冻伤和外伤的人才 这让韩刚处理起会让一般官员叫苦不迭的工作来 如同吃饭喝水一般的轻松简单 有分教天子垂衣赏而天下智 韩刚现在也是抱着胳膊就能把几千民夫都安顿好 多了三千民夫 迎债之中一下子变得熙熙攘攘 这些从秦州各县被蒸发起来的壮丁 行走在寒冬腊月的风雪中 大部分人都已经被冻得瑟瑟发抖 走路时尚不觉得 可眼下一停下脚步 顿时都变得脸清纯白 如果这样受冻挨饿的情况持续下去 必然是接踵而至的一场传遍营中的大病 还好韩刚早有准备 一切都事先有所规划 有条不紊的进行 在营寨门口内侧的地方 他排出了一六三十口大锅 锅下火焰正旺 而锅中水花翻腾 雾腾腾的热气向着周围散发着阵阵肉香 前几日的一场大战 韩刚手上多了不少伤马死马 足有五六百匹 这些都是上好的精肉 在冬日又不易腐烂 不但让魏元宝的士兵能日日开婚 还连带着可让来到魏元的民夫们也享受不少 韩刚从魏元宝中挑选出来的冰丁 向着这些从数百里外的家乡被蒸发而来的民夫 递上了一碗碗暖身用的热汤 还有一块块同样热气腾腾的炊饼 在提供给民夫们的饮食上 韩刚没有打上半点折扣 奔波一日 他们已经疲惫不堪 几百里路连续赶下来 就算是铁人都已经开始吃不消了 人人都是肚饿身脾 他们在路上顶着风雪行进 只盼着到地头以后有口热水喝 发下的干粮能填饱肚子 熟料现在一进营中 便得到了远超他们想象的待遇 端起碗闻着汤中的马肉香 掌心处传来暖透心头的热量 一阵发自肺腑的感激声 便从民夫们的队伍中传了出来 喝过热汤吃完炊饼 几千人便按照各自不同的队列 被引导到安排给他们的营地中 民夫们的营地安置在营垒中 一处被封的地方 临时搭起的乌舍 却并不缺少遮风挡雪的作用 虽然因为韩刚手中的柴草和煤炭不足 没法给他们生火取暖 但营中有足够多的提供给战马的干草料 厚厚的一层铺在通铺上 又是多人聚在一屋中 并不会太过寒冷 如果在千年之后 韩刚的这番布置可算得上是虐待 没有哪家军队或工厂会如此对待士兵和工人 但在如今这个时代 已经是韩刚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 尽可能做出的优待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223集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224集 《载之天下》第224集